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感恩導師 感恩天地 感恩兩位美麗的主持人 以及全球超馬的家人及現場嘉賓 大家下午好 好 很感恩彩霖有這個機會 我是來自西竹的彩霖 彩霖在九年前 我的生活是一個漫無目標 而且看不到希望的這個人 然後我遇到了一位恩師 他告訴我 你人生的意義跟你人生的價值在哪裡 我就開始思索這個問題 我到現在都非常感恩這位恩師 在我最無助的時候 救拔了我 但是彩霖的資質非常一份 我不了解何謂修行 我只知道說 所謂的修行就是念經 送佛詞做啊 或者做做智風 卻不知道 修行是要修智慧 修行是要改正自己的行為 然後就這樣子一直到了我去年 因為健康上的問題 我是在去年十月 在林口昌的醫院 確診為子宮頸癌 一起末二期出 然後當初的時候 我在新竹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在八月份的時候 就拿了超級生命密碼給我 當下的醫院不去逐 我沒有接過這本書 直到去年十月 因為自己健康的問題 我把這本書借下來 我記得第一個晚上 我就看到第五章 我心裡想 太陽聖德 他是何方神聖 能夠把這個 就是真理寫得這麼透徹 讓人想 一探究竟去了解這個系統的 他裡面的所有心法 然後我在十月初 在醫生確診前 我就開始做心法了 當確診的時候 我心裡沒有任何的這個 就是 怨感還是狠 因為很多人 發現自己得癌症的時候 他會覺得 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我 我自己後來去 思考了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 我落實心法一二三 給我帶來這種轉念 轉念轉得非常快 我開始感恩 我感恩這個病變細胞 因為他們的視線 讓我提升了會命 及靈命 所以在這樣子心法 一路做下來的時候 到了十一月五號 新竹的子函 他拿了一本 這個健康密碼 超級健康密碼 就是我現在手上的這本 超級健康密碼 他裡面有個癌症心法 子函跟我說 你試著去做做看 因為書上他有寫 你如果把心門打開 成福天地 相信導師 最快二十一天 最慢四十九天 天地 絕對會給我們的交代 彩琳當初 一天做三次的癌症心法 因為我超馬 他不講玄學 他只講科學 他不講明星 他講事實 所有在心法境當中 視線的這些 都在我檢查數據中 全部都呈現一樣的 所以我在治療期間 我沒有任何 幾乎沒有任何不舒服的狀況 然後這個身體再恢復了 這個 他的這個進步 連醫生都覺得很驚訝 所以目前我所有的數據檢查 都是在健康正常範圍內 這個非常感恩天地 然後在導師 導師他有特別交代說 在身心鄰居合後 你要開始做呼吸法 這個呼吸法 在我們youtuber上面都有 導師他親自教我們的這個呼吸法 每天21次 讓我們的細胞還能量提升 彩琳在吸的時候 我把宇宙天地滿滿的祝福 及太陽公公的金色帶入 還有愛的能量化流 全部吸到我的身體裡面來 我的細胞經過滋養療癒 全然的健康 身心靈也更安慰 然後在呼的時候 我們把我們所有負面能量 負面情緒 以及所有的病症 全部都排出體外 就這樣每天至少21次 讓自己的細胞還能量提升 你的身心靈 這方面就更加的恐怖 然後再來就是 我現在持續每天就是 落實吸法 一二三級呼吸法 彩琳的個性 其實 我在還沒接觸超馬的時候 我是個非常強勢的女人 我在家裡說得算 沒有人敢反駁我 所以先生也是在這個 從結婚到我 入超馬的時候 全部都在容忍我 這邊真的對她非常抱歉 然後我先生的二姐 她因為沒有結婚 工作的關係 一直跟我們住 剛開始的時候 都相安無事 可是過了幾年 我這個我 開始放大了 我的我放得非常大 我總認為我是最大 我說什麼話你們就是要聽 但是 卻沒有去想到 我們的一個念頭 或者一句話 就把人打入人工 把人家打入地獄 就這樣子 這個二姐她沒有一句怨言 她在我們經濟最困難的時候 無條件支持我們 但是彩琳沒有感應過她 我心中只是對她不滿 我為什麼 很多的為什麼為什麼 但是我們卻不知道 所有的因緣生因緣滅的 這個道理 而且彩琳真的 當初的自己非常的醜陋 整天就是個撲克臉 就是擺給家人看 可是人家容忍了 我們也快二十年 回到婆家 全部都跟婆婆說 這個媳婦是多乖多棒 多好把家裡照顧好 但是 我卻從來沒有稱讚過 我這個二年多 然後我先生他夾在中間 就像我們台灣話說的 一邊是老婆 一邊是姐姐 她不曉得要怎麼做人 可是我當初 當初我也不覺得說 我有給她任何的痛苦 直到接觸超馬的時候 看了蔡里徐老師的弟子歸 我開始對我這個二姐 做最深層的懺悔 在懺悔 我今天好像是三天後的樣子 我開始看到鏡中的自己 真的非常的醜陋 然後 當你這樣落實之後 你心中開始有愛 有感恩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其實每個人在我們眼中都是不上 只是我們不懂得去欣賞別人的優點 只看見別人的缺點 蔡里內心裝得非常的堅強 但是 內心是非常的脆弱 應該說內心非常的脆弱 外表卻裝得如此的堅強 我把一家人搞得跟陌生人一樣 但是我經過深層參與後 我們現在感情 跟二姐的感情已經都恢復到 以往的這個月初 還是娘家跟婆家 一家人十二的 還有連朋友 我們都到花蓮遊玩 這是以前不曾有的 我覺得自己的改變 能夠帶給周遭親朋好友 他們的 他們也會深層感受到我們自己的改變 然後有一天我媽媽 我先生就對我媽媽說 從結婚到現在 此時的現在的她 是最幸福快樂的 當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真的很無言 我覺得 真的讓她受苦了快三十年了 我這樣子 這個個性傷害了她快三十年 我自己都不知道 然後在這個老師她的富有 富有這首歌 我當初唱到這首歌時候 在台北天運畫的時候 我心中有千節萬節打不開 我不知道什麼節打不開 回來的時候 我開始試著老師的感應心法 我開始 因為感應心法當中老師很教 試著去感恩你的仇人 好 然後我就照著老師的感恩心法 感恩在我心中 住了三十年的一個仇人 這個仇人是在所謂的因果不滅之下 有果推移的話 我們可能過去欠她太多了 就是在這種莫名其妙之下 也背了將近千萬的債 所有的三知識都說 你要放下 這是你欠她的 對 我欠她我知道我要煩我要放下 可是我放不下 放下沒那麼容易 我自己一直告訴我 放下彈何容易 可是 在你落實老師感應心法 請老師這個 有引擎密碼的這個歌以後 加上老師 記憶這首歌 我把三十年的恩怨 全部都放下了 因為 你放手的話 仇恨自然無 你就能夠啟動 天地最大的能量愛 老師附有這首歌當中的說道 封城樸樸一身守候 換來多少值得久留 用盡生命一再強求 究竟多少真的享有 對 就是放下 放手 你就擁有了 彈琳學了這個超馬 新法一二三集 蔡里旭老師這個弟子貴後 我學會了去感恩 周遭的一切人事物 我珍惜眼前所有 感恩賣實路 感恩所有三知識 感恩家人在我治療期間 對我的陪伴 更感恩負能量 顧法菩薩 你讓彩琳刷了這張天地信用卡 踏踏實實地 藏完這千萬年的債 放下恩怨 卸下所有的假面具 我找到真如了 我希望我們在座的彰化 鄉親朋友 及我們超馬家人 能把我們每位分享著 他們的故事 幫我們再分享出去 或許你周遭 也有朋友 有類似的狀況 希望我們的故事 能夠激勵他 也希望我們一起來改變 這生命的藍圖 愛出愛返 我們大家一起勇創生命佳績 祝福各位 吉祥平安 謝謝大家